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恩斯特先生做的一个回应 四豪的今夜跟大家讲话 那么刚才不久我们听到了总统列出了今后他的愿景 那么虽然我们可能不总是有一致的意见 但是重要的是在我们国家在伟大的国家要听到不同的观点 我们感谢总统分享他的想法 但是今天晚上我并不是对总统的一个演讲做回应 我来要谈一谈您所最关心的事情 我想来做个谈话来谈一谈新的共和党的国会 就是您刚刚选出新的共和党国会 看看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 让黄盛顿来关心你们所关心的事情 我们在十月听到了你们发出的讯息 而且是声音很大很明确 那么现在我们要去努力来改变黄盛顿 一直带着我们国家所走的这个方向 那么新的共和党的国会呢 你要理解 这么这六年来啊 过去六年来是多么的困难 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呢 这个经济的这个打击 还有呢 人们对华盛顿的这种不作为的这种懊恼呢 我们不用看新闻才能知道 我们每天都能感觉到 我们在红橡树镇就能感觉到 这呢是我长大的爱澳华州的一个西南小镇 而且我仍然自豪的说这是我的家 那么我小的时候呢 小女孩的时候呢 我就在我们家的农场 我就在耕地 我呢 跟我的爸爸一起从事建筑业 那么为了省大学的学费呢 我在哈蒂斯餐馆呢 做早餐的面包 我们长大的时候 一直告诉我们要减薄的生活 不要浪费 那么是每一个阴雨蒙蒙的早晨 我妈妈都叫我这个 都教我这样做 你看到我长大的时候呢 我只有一双好鞋 所以每天上学 如果下雨的时候呢 我妈妈呢 就会呢 在我的鞋上呢 包上一个面包的塑料袋 让鞋干 保持鞋的这个干燥 但是呢 我并不感到不好意思 因为呢 这个校车里啊 每一排一排一排的孩子们 他们这些爱华的这孩子们的鞋上 都包着塑料袋 我们的父母呢 也许没有很多的钱 但是呢 他们努力工作 每分钱都是他们辛苦挣来的 可是这些天呢 很多的家庭呢 感觉到他们工作是越来越努力 但是呢 他们看到的成就却是越来越少 不仅仅是在橡树镇 在全美国各地都是这样 我们看到邻居啊 这个愁苦不堪 那个工资不涨 而且那个工作在丢掉 我们看到了 这个人们的这种痛苦 包括医疗保险计划被取消 或者是保险的这个成本上升 我们看到很多的母亲和父亲呢 暂时停止追寻他们的这个梦想 而且呢 他们越来越害怕 感到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孩子的未来 感到这种不安 美国人民一直在受到伤害 可是当我们要求得到解决方案的时候呢 经常啊 华盛顿的回应呢 就是带着那种同样的过去那种僵化的心态 那么这些心态呢 就导致了就是一些失败的政策 比如说奥巴马健保计划 这种心态呢 给我们一些政治上的这个谈话的要点 但并不是严肃的解决方案 因此呢 新的共和党的这个多数党啊 你们选出来的呢 开始要做呢 要去改革国会 让他变成更能够 重新能够发挥职能 职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在努力工作 要通过你们应该得到的这些 能够真正的创造业的这些设想 一个你听到的就是 基石这个输油管的这个创业的这个法案 这个呢 两党都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呢 被奥巴马总统呢 这个耽搁了多年 虽然呢 很多的民主党的成员 他的民主党成员 还有工会 还有呢 这个大多数美国都支持这一点 那美国 奥巴马总统自己的国务院呢 也说呢 基石这个建筑呢 可能可以是支持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 而且呢 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数以十亿计的美元 而且呢 对环境的影响是很小的 我们是和整个在众议院和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共同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议案 我们在参议院也正在做这样的时候 奥巴马总统将面临一个决定 他是签署这个法案 还是说阻止美国创造就业 我们如果共同努力 我们就能有很大的成功 我们现在把在欧洲和太平洋盆地的贸易壁垒把它消除 我们来把我们美国制造美国生产的产品更多的卖到那里 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更多发展我们美国的制造业工资和就业 我们应该要简化美国这个早已过时 而且有无数漏洞的这个纳税法案 共和党他们认为应该报税更容易 而不是说只是那些有那些有关系的人才能好好 我们一起共同努力能够来有创造就业的这些政策 而不是说能够来增加这个政府的姿势 那我们奥巴马总统经常也提到这些问题 我们现在敦促他来通过这些法案 你将看到我们在国会会进行很多的一些认真的工作 有一些是我所在的 我们这一个武装部队一个委员会 那我们在这里呢 既有共和党议员也有民主党的议员 我们共同讨论来支持我们的这些杰出的军人 完成他们的工作 我们在这儿来讨论有关怎么样能够进行反恐的战略 以及应对基地组织 伊斯兰国等等这些激进组织给我们构成的威胁 我们知道像这样的一些挑战 他们不能一厢情愿的自行消失 我们要知道 那在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国外 我们都要进行反恐 最近在法国在尼日利亚都发生了恐怖事件 而且经常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的心都同情在这些恐怖事件当中的这些受难者 他们失去亲衣的人 我们能难以想象他们的被癌程度 20年以来 我曾经有20年在军队服你 那现在的话呢 我是在爱荷华国民卫队的中校 我很高兴能够看到在我们美国 我见到了美国这些杰出的将士 怎么样能够来应对这些挑战 像这种暴力和压迫的力量 他们根本就不考虑到人们的无辜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政策来打败他们 我们必须要能够来尊重我们美国的将士 美国的退伍将士 他们为保护我们的自由 付出了他们自己的无数的各方面的一些牺牲 那他们应该得到他们所被许诺的这些待遇都应该得到 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 我们新的国会就计划要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我们还要不断的能够来愤怒 来能够来把它修改 以及把它取消 这些影响到这些工作家庭人的这些医保法案 我们提出的一些想法 主要是为了能够减少政府的浪费的预算 能够达成预算平衡 而我们要进行更好的一些改革 而不是增税 就像奥巴马总统所说的那样 而且我们最近看到了网络有一些攻击 我们将会努力能够一起能够来应对这样的威胁 以及来应对伊朗的核项目的威胁 而且保护我们这些可能会 一些弱势群体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我们的国会是为你来工作 那我们的华盛顿能够让它更多的 以你们担心的问题为我们的中心 我们知道有这些挑战 但是历史已经展示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人都是能够有很大的成就 那就看看我的父亲和我的祖父母 他们几乎一无所有 他们就是手上沾满遗土 身上穿着旧衣服 但是他们努力工资 努力工作做出牺牲 而且他们有给他们孩子有一些 很美丽的一些理想 就是因为像他们这样的付出 像我这样的一个普通爱荷华人 才有了一些绝好的一些机会 因为我的父母和祖父母 他们给我们展示 你没必要来自富有家庭 这样的话或者有权势家庭 才能有所不同 你就是要有一个梦想的自由 要付出大量的艰苦劳努 我们新的共和党的国会 是各位选出来的 我们就是要确保华盛顿 也理解这一点 而且如果是总统和我们合作 我们就能够让我们华盛顿政权 再次能够有效 谢谢大家允许我和你们讲话 神佑我们伟大的国家 我们伟大的这些军人 替我们保护我们的国家 以及这些努力工作的男女老少 使得我们美丽坚和众哥 是一个世界从没有见过的 如此伟大的国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